散文之窗,人世间,有一种爱不是大山却胜过大山,这便是父爱,父爱无边,酷海横渡,曾经沧海,除去无山,父爱总走在光阴的前头,儿女是她身后回之不去的表点,生活中一切有关父爱的点滴,都会伴随着儿女的成长成为心灵的春雨。 我爱父亲,爱她脚踩过的大地,前阁,我爱父亲,爱她双手使用过的梨花,锄头,我爱父亲,爱她眼中温暖过的装甲,苦物,我爱父亲呀,爱她顶过儿女的肩膀,顶过全家的风雨,如今种了一辈子土地的父亲,却已把自己种在土地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也当了孩子的父亲后,才慢慢想起她的生情的背影,才在不经意间, 回忆着父亲,那落在日子背后的复杂眼泪,今天,趁父亲节的到来,我不得不放下一段角逐与疲惫,安安心心的寄托点心思,对于争斗不止的人间来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对于成长中的儿子们来说, 父亲便是为你负重前行的那个人,那个把自己的精神,理想,激情,血汗,生命,为儿女活成空白的人 当父亲坚强当着的身躯,为儿女变成空,却还指望儿女们快点抬向对岸,当父亲向寒风中的枯叶舞进最后一段最质压的眷恋,他才学会放手 我的父亲一辈子被固化于土地,吉姆前臂锁住了他的飞翔,他把从种子那里寻来的城市,安装进了儿女们的心中,他把从季节那里得到的爱意,突入了儿女们的双眼 他还把从泥土底层跑道的根本不断支出儿女们的灵魂,想起春天的时候,没被花朵留住脚固的父亲,一扛着银,尖着牛,把自己放逐的爱属于儿女们的巨像春天里 从耕田里地大插压波浊,从打草湿飞到伴尼秋虫,从日落黄昏到梦节人寿,整个春天都把父亲逼成全家的扁大 忘不了父亲紧跟在牛屁股后浮离的情景,他活脱脱的秘密只关牛的屁事 丽华从前地躺进儿女的心底,这一场便躺出美好的等待,不足的生活,任性的欢歌笑语 我至今还记得某年那个春天,父亲为了抢水插秧,用一根小竹肝飞在背上,上边吊着隔马灯 趁着漆黑的夜,雨干水决战,那夜的雨不太大,哭强忽弱,哭左哭右,哭动呼吸,严重扯动父亲的神经 他会以猪头伴去田龙,生怕误了时间,毕竟早点顾好田龙,这是围住水不渗路的最好办法 马灯在风雨中的光亮不太明,母亲担心父亲伤着自己,特意叫我拿去火把 我的到来,让父亲非常不安,他本想生气,但考虑到像有传家的理念没错 于是只好编了几个鬼故事,直接把我向回家装得温暖被摸离 第二天中午,被你跌脚杀的父亲几乎找不到脸上的眼睛 令儿女们痛心的是他的脚在冒血,偶尔还能攻击几个大小不一,血的气泡来 原来,手中的锄头还是伤了他的脚,父亲呀,你有错,脚要是感染了 而女们一连的饥饿,就接二连三的回来了 除头呀,你有罪,为什么要天天伤害天天抚慕你的人 春雨呀,你有过,干嘛吓得那么不如天气 马灯呀,难道不能再亮点 生活呀,我不想跟你说,父亲好不容易一根田豆才想来的央水 到晚就被队里的一个婶子,悄悄放进他的田里 这下该怎么办呢,大哥把我横扛于妖际跑到婶子家 让我去开骂,而他去开打,父亲知道后,赶紧把我俩弟兄喊回去 父亲说,天黑之前,他就看到婶子想偷腔水 人家的男人都过病三年了,孩子也那么多,让他偷点游客房 只是没想到他把水给偷干了,不过,天老爷说不定再热几天就要下雨了 实在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到河谷去挑水呢 大哥没开枪,故意把肩膀上的一个大笼包露出来 父亲却笑了,我呢,被大哥捧进屋后,拧耳朵 原因是没当好看水的侦察兵 记忆中,夏天的太阳总在放毒针 缺恶的青蛙都忘记打鼓,而父亲却无比珍惜夏天的每一颗阳光 他开始料理火树,离开或去掉遮挡光线的浓腻叶子 让青色的果子能在围风中探头探脑 包裹也是父亲重点关照的对象 在恶毒的炙热阳光里,亲手捏下那些爬在玉米干上的害虫 每当太阳落山,父亲的肩膀便会与扁担重逢 便搭左右两头的粪筒,不再计较孰心孰重 而欲在两筒中间的身子,克服在左右筒口的大手 把父亲衬托得像一只紧紧高歌的大鸟 非也是的一阵想跑的父亲,把这一只关切动态的形象 带到田间地头或山上去了 假如我是出堂的臣子了,这才有资格去念天底之悠悠 独创然而替下,还提时代的秋前是定制给父亲的 装甲长得比儿女们还高,刮剥,刮得比儿女们,脸大还好看 大虎笑挖了腰,与高亮让红了脸 所有这些都会加快父亲的脚步 把他们一一请进家,请进儿女们 弱大的碗里和丰满的梦中 全家人住起的欢笑,似乎在让回子对口说 不用跑出去争论,我有能力让你好好待在家中 乃在我的心里而不受伤害 千千里绿的雪花是父亲的最爱 冬天里,父亲用雪花给儿女们做雪人 还陪孩子们打雪仗 与我道典的姐姐们还能听到 由她所读专的空若干半分的白雪公主故事 记忆中,我讨厌雪,认为她们有点洋洋的意 万乎所以,点点糊涂似的乱飞 碰到手中还无能两可 很快便害羞似的消失了 但随着日子的叠加与推荣 我渐渐懂得雪的含义 懂得父亲爱雪的朴素理由 干净,不可思议的是 父亲居然在我考上大学 那年的冬天,用衣衫揽回一大团雪 亲自给我用雪煮了一壶茶 我当时以为,劳作一生的父亲 在想心中的浪漫时 也就淒漓糊涂地把人间这段绝妙光阴 给轻易打发了 直到我的成员世界里出现伤害 才想起父亲留给我的这段光阴的宝贵 原来,父亲是想告诉我 用甜心去征服味道 才能品味出真正的味道 道歉天下水,也显不透父亲事 不但世界末人数不完大煽情 其实,天下所有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 虽然,他们有的有文化 有的无,有的有能力 有的无,有的有权势 有的无,有的有家财 有的无,但有一样 令所有父亲相同意相通 那正是作用于儿女们的爱 没文化者 父亲的手中有泥土就够了 没能力者 父亲的手中有风霜就够了 没群世者 父亲的手中有磁碱就够了 没家财者 父亲的手中有温暖就够了 为天下父亲悄悄落一次泪吧 这个父亲节便并会驻扎大和谐社会的股价中 作家简介 作家做百川敬照 孙百川 四川平昌人 平昌中学高级教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就有诗集脱嫂的语迹 疼痛的韵母 与你拼称歌声 长篇小说 《非来恩夫》 《万峰》 《门人二乔》 《散文》 《散文》 《散文师集》 《黑板上指尘效果和你》 《散文二点货》 《国防时报》 《相云》 《云导大赛一等奖》 《本文宣告》 《张学文》 《茶图摄影》 《孙百川》 关注《文学天空》 阅读更多精彩作品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